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JavaScript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1章XPath 第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讲了RE中的XPath 第二节课呢 我们主要探讨一下W3C中的XPath 那么W3C中的XPath呢 实现起来比较繁琐 因为它的步骤比较多 没有像RE浏览器的实现起来的那么简单 那么简单 那么在DOM三级的XPath的规范中呢 它定义了两个类型 第一个呢是XPathEvEvEater 那么第二个呢是XPathResult 在其中呢 第一个这个类型呢 它提供了 用于特定的上下文对XPath表达式的求值 那么它提供了三个方法 那么真正常用的就是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最后一个方法 但是最后一个方法呢 它要传五个参数 它要传五个参数 好 那么它的实现起来 实现这个XPath呢 它还需要一定的步骤 首先啊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就需要得到XPathResult的对象 那么有两种方法可以得到这个XPathResult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方法呢是先创建一个它 然后呢再去调用这个方法可以得到它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创建一个Demo2 好 右击打开 打开Demo2 这边写上Demo2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全部删掉 全部删掉 全部删掉之后呢 首先我们要创建个Result 对吧 两种方式 创建XPathResult 第一种方式呢 是VAR 这个EVA等于6XPath 这个EVAL UATER 括号 那么先是创建一个这个对象 括号EVA 看看能不能运行 能不能打印出来 试一下 好 可以打印出来 说明是对的 对吧 第二步呢 是什么呢 获取Result 等于谁啊 等于这个EVA 点上个EVA UATE 这个属性 里面呢 要传五个参数 要传五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里 第一个参数呢 是XPath的路径 直接传这个路径就可以了 这个Root User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上下文的节点 那么就是X X秒当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 叫做这个 叫做命名空 命名空间求解器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般不用啊 就是那啊 我们也不做解释了啊 就跟着写就可以了 第四个参数呢 是返回的结果类型 那么这个结果类型呢 有十种 那么都是以常量形式做的 那么这十种呢 其实我们真正用到的呢 只有两种 那么第一种呢 是这个 只包含一个节点的 节点结合 其实就是包含一个节点啊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返回一个节点的 节点集合 就是返回一个节点 和返回多个节点 如果我们用的是第一个的话 就是返回一个节点 那 把这个长量作为它的参数 在这里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由于这个呢 比较长 我们就复制了 那么最后一个参数呢 我们再来看 叫保存结构的 xpass result 对象 那么通常也是浪 所以不写 站位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 result 刷新一下 好 object xpass result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有了之后 下一步怎么办呢 下一步我们再来看啊 怎样获取什么单一节点 好 如果说这个 它返回的 result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如果你返回的是一个对象的话 那么如果没有返回 就是no 所以我们要先判断一下 如果铺号 这个 result 不等于no 类型也比较 那么我怎么办 我就打印出 result 它有个属性 你如果用了这个forst的话 就是第一个节点的话 它就有一个属性 叫single 这个node value 就有这个属性 它会返回 那的一个节点 element 就是节点 那么节点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印出到 techname techname就是user 对吧 当然 你这样子不知道 是第一个techname呢 还是第二个techname呢 我们可以序列化一下 序列化的话 我们找到这个 函数 将它序列化 好 序列化之后呢 刷新一下 这个有的吧 好 然后我们看看谷歌浏览器 是不是也支持 好 谷歌浏览器也是支持的 那么其他两个也都会支持 好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单一的 这个叫做单一节点 就没有问题了 当然 你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是 比如说我这边是1 我这边是1的话 那肯定就是第一个 我这边是2的话 肯定就是第二个 这边还要写下 W3C W3C的 XPath 下标 是从 1开始的 是从1开始的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做第二种 叫做节点集合 好 节点集合 还没做到节点集合 那么这刚才是第一种 叫做创建 XPath Riseout的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下面再做 再做一种方法 还是单一节点 就是说 我不单单可以用这种方法 我还可以直接采用什么呢 再返回到上面去 我还可以直接的通过 XXDUM 上下文节点来执行这个方法 那么也就是说 像这个的话 我拉到下面去 本身是应该这样子 对吧 我第一句话可以去掉 那么第一句话去掉 是不是就错误了 我们刷新一下 就报错了 对吧 好 我直接可以用X秒DUM 好 直接用了X秒DUM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发现也是可以的 所以第二种方法 明显比第一种方法怎么样啊 来的简便 少一句实际化 对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的 用第二种方法 比较简单 那么刚才是单一节点的 单一节点 那么现在我要用节点列表 叫做节点集合 那么节点集合的话 我们还是把这句话拿到 节点集合拿到之后 只要改一下这里的什么 长量参数就可以了 我们拿到这边 这句话复制一下 Ctrl C 在这里Ctrl V 因为比较长复制 好 然后这块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看打印出 还是不是result 因为每一个长量 它都有自己的属性的 所以呢 你用它的话 就没有这个single node value了 如果是节点集合 就没有这个属性了 这个属性就不能执行了 就发生错误了 对吧 那么这个节点集合 它有什么属性和方法呢 它有一个属性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看一下 它提供的一个方法呢 是叫这个 是一个迭代 Next 我们看一下 I T Rate Next 试试看 这个呢 可以得到一个节点 然后呢 我这个节点 我序列化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好 可以得到第一个 那怎么得到第二个呢 对吧 我们可以便利它 怎么便利 我们来看 如果 这个 result 不等于 none 我这边 先把第一个 做一个变量 node等于它 把它呢 先得到 把它先得到 得到它之后呢 我在这个位啊 如果它 有值的话 如果它有值的话 其实 应该这么写 如果它不等于 none的话 那么我就去执行 我再做一个 node等于 中括号 做个速度 我把它全部添加到 速度里面去 模拟 R1的那种写法 点上push 括号 然后把这个node 就放进去 就可以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迭代一下 怎么迭代 就把这句话 再运行一下 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 它的封装 封装过程 好 这样做好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方便了 怎么做呢 直接用这个 序列化的工作 然后把这个node拿到 那我现在只要第零个 说明它得到的是 第一个 x秒 是吧 试试看 对的吧 没问题 那么现在做的是第二个 它只有两个集合嘛 好 有的 对吧 OK 没问题 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写1 那么这个地方写1的话 这个就没意义了 是吧 好 就这样就可以了 也是有意义的 也是可以实现的 好 那这边就不这么写 那么现在呢 单一节点和节点集合 我们都写起来了 那么R1呢 也有单一节点和节点集合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怎样去跨浏览器 怎样去跨浏览器兼容 那么跨浏览器兼容的话 我们要考虑几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传递一个节点下标 R1是从0开始计算的 W3C是从E开始计算的 那么通过传递下标 进行真一减一操作来进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独有的功能 为了保证跨浏览器呢 我们就不去做了 因为W3C还有很多功能 但是R1呢 只有这么两个 对吧 那么 那只好就放弃了 对吧 那么第三个就是 只获取单一节点和节点力 即可 基本可以完成所有的 XPath的获取操作 因为我们本身就要获取操作嘛 好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个封装起来 把这个注释起来 在这里呢 我写两个函数 第一个呢 是单一节点 跨浏览器 单一 节点 那么第二个呢 是跨浏览器 节点 节点 列表 节点 集合 第一个我就这么写 叫select 我又用R1的命名吧 叫做 single node 括号 传两个值 第一个值呢 叫做 嗯 第一个值呢 叫x秒 当 要传递过来 第二个值呢 我们要传一个xpath 那么下面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写起来 这个地方呢 就写select node 就可以了 其他不变 它返回 单一节点 是要返回一个什么 节点的对象 那我先写个node 最后将它返回出来 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判断 w3c 还是先判断R1 那么w3c 是往先进方面走的 R1呢 是落后的的 那我们就是用备用 对吧 先判断w3c 好 这么判断 如果typeofx秒 dum点上一个谁 w3c的话 我们肯定是先用它 单一节点吗 它 如果它不等于untify的 如果它存在的话 好 如果它存在的话 那就实现这个 否则如果 typeofx秒 downselect single node 好 这个不等于untify的话 那么这个不等于untify 待会我要具体说一下的 untify的 这个写写错了 是吧 untify的 那我们就实现 R1浏览器 那么这个是w3c 这个呢是R1 那么这个还有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会爆出一个什么东西 它叫做unknode 对吧 但是呢 这个火狐独乱器呢 还是untify的 所以呢 你通过判断这个untify的呢 还是可以判断 到底是非R1浏览器和R1浏览器的 所以这么判断呢 其实没有关系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R1浏览器 那就很简单了 node就等于x秒 downselect single single node 括号 里面写 xpath 好了 如果是这个浏览器的话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单一间的这块呢 counterc 我在这里呢 我counterv 好 这个地方呢 我只要返回谁啊 我只要node复制给他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试一下 counterc 我现在呢 做一下单一的测试 vr node 等于他 括号 把这个 我们的xpath叫root 点上user 试试看 我们 找一个序列化 看看第一个能不能序列化出来 node 好 先看一下R1浏览器 出错了 看一下 好 什么错误呢 这个 那 是第几行 我们看一下 是第51行 51行有一个错误 是这个地方有错误 xml dum 在这个地方没有传递这个dum 是吧 少传递了一个xml dum 多号 好了 再来看一遍 刷新一下 OK 没有问题 userid等于5例 好 在这边 OK 没有问题 好 在火狐浏览器 刷新一下 有个错误 对吧 又有个错误 这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他传给了 这个 我们看看这个 有没有写错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对的 对吧 unify的 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执行 随便写一个 里面也执行了 那么下面是怎么错的呢 是这个序列化还在里面 把这个去掉 是吧 一步步检查 检查到了 刷新一下 OK 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 OK 好 通步了 那么现在最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如果把它改成这个 一呢 在I浏览器 应该是第二个 CUCU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好 CUCU 那么在火狐浏览器 它就是利 它是利 它这边是CUCU 那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在火狐浏览器这一块 要减一 要减一 那怎么减一呢 我们这边是这么做的 首先呢 你要获取到它 就是说你先要获取到这个中国号里面的数字 好 那我们可以这么写 VAR先写个正则的这个表达式 好 两个中号 要转移一下 然后呢 里面是数字 对吧 杠D 一个加 那么中间呢 我们要取出来 那么就先加个括号就可以了 对吧 它的模式就引出来了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要写一个X帕子 传过来 然后呢 点上个MAT去查找 PAD 好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看看得到的是什么 括号 括号 好 刷新一下 得到的是有值的 对吧 好 如果它没有值呢 比如说我这边地方 我把它去掉了 如果没有值 好 刷新一下 它得到的是一个NUM 好 得到的是一个NUM的话 那我这边的话 就把它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之后呢 我就判断 如果说这个Flag 不等于NUM 那么我就去执行 并且把这边有的 如果有值 我就拿出来 这个地方再写 Dolaf 这个什么 不是Dolaf 是中号1 然后这一块呢 写个NUM 等于你怎么得到 这个里面的 这个拿出来的这个值啊 用R1G 1XP 点 Dolaf 1 就可以了 最后我打印出看看 是不是 好 刷新一下 得到的是1 那么这个1呢 我还要再加1 对吧 因为 这个谷歌嘛 要加1的 加1 好 最后就变成1了 说明它是字符串相加 那我还要把前面这个呢 Pathint Pathint 好 看看是不是等于2 好 就等于2了 那么这2呢 再替换进去 怎么替换呢 这个NUM 要初始化一下 等于0 然后呢 我们替换一下 叫XPath 等于XPath replace 括号 第一个写模式 第二个呢 写上这个NUM 但是这个 这个得到的这个XPath 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比如说你这边写的是1 我这边就变成2了 我们看看 呃 就的确变成2了 但是呢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呃 这个并没有怎么样啊 并没有加库号是吧 中库号 单引号 单引号 加 加 中库号 试试看 刷新一下 哎 是不是就变成2了 OK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XPath呢 交给谁啊 交给这个变量就可以了 OK 没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0 看看大家是不是一样的 Iran其实是力 对吧 好 力没问题 力没问题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写上1呢 C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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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统一了 好 如果写上2呢 2如果就报错了 是吧 哎 报错了 没有 啊 报错了 那报错怎么办呢 就是 报错的话 你就怎么样啊 try一下吧 catch 然后srow一下 把错抛出去啊 xpath 有 好 试试看 刷新一下 xpath有 对吧 这个 有没有 A打开一下 好 xpath有 那么谷歌呢 他没有错误 就是说 你传的值 他找不到 他就反 他就返回一个这个东西啊 这 他是这么理解的 好 那么 这个 单一的节点呢 我们已经做好了 那么这个节点集合呢 那也是同样的意思了 那我就把这边的全部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改一下就行了 那么节点集合的话 他就是s了 那他不是对象了 是一个宿主 那就 处置画一个宿主 那么这个呢 返回的是个宿主 那么这个判断呢 是判断的select nods 是吧 这个地方呢 写到select nods 就可以了 这个返回的是s 其他就不管他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判断正确 嗯 vrnods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把这个 函数 复制过来 括号 x秒 down 然后xpath 写上root user 看看能不能返回两个 打印出 nod 点上 learn 因为我们只改了i1浏览器嘛 对吧 所以我们再i1测试一下 没问题 好 然后再测试这个 nods 点上一个 0 点上一个 tag name 这个没有效果 是吧 那么就直接的用这个序列化就可以了 序列化 序列化是效果最好的 在调试方面 对吧 然后第二个 也可以用循环便利 对吧 好 三个都出来一下 2 利 库库 哎 是不是 i浏览器通过了 那么 w3c浏览器呢 前面都是对的 对吧 然后就把它替换一下 它呢 我就要替换成这个 这个这个 嗯 集合的 把这个 替换一下 替换成集合的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做法呢 也不对 下面的做法 刚才有的是一个 是一个循环 复制一下 在这里把这个替换掉 好 这个时间声明了 不需要 这个呢 不需要 好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好 就像这样 其实可以成功了 我们试试看 2 利 库库 2 利 库库 好 这样子基本上成功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啊 这段其实可以合并一下 可以合并一下 那么这段可以不写了 那么这个呢 呃 Condry x 这可以写上一个 n 末日情况是n 然后呢 我把它放到这边 这个里面来 然后让它交给node 等于它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么判的 其实已经可以了 但是呢 这种写法呢 可能不够 不能 不够尽善尽美 然后呢 我还是要给它加上一个严格一点 加上一个括号 形成一个整体 让它不等于 n 应该可以了 好 试试看 好 没有问题 是吧 OK 这么判断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了一个XPath 然后又讲了一个跨浏览器兼容 和W3C-R1的兼容 那么其实呢 它还有两个重要的章节 一个是XML的一个皮肤 就是CSS的一种用法 是XS-LT 那么这个呢 因为它的使用频率和 它的后面基本上用不到 那我们就站起搁浅 还有个就是 XML的一个W3C的一个规范 一个规范 就是ECMA的一个规范 EX4 那么只有火狐浏览器兼容 它实现了 那么其他所有浏览器呢 都还没有做 所以呢 这个章节呢 我们也就取消掉了 暂时 好 那么本章呢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嗨 本路.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